这是斗牛市牛排馆 从太平洋百货本馆移到二馆之后 就配合做了全新改变 由于位居街道二楼采光明亮 所以装潢设计特别以鲜亮活力呈现 就连餐点也不再是沙拉吧吃到饱 加排餐供应 而是以精致的套餐呈现 我们在屏东有14年了 我们需要说借由 移到太平洋二馆这边来 我们给客人一个新的叫 新的叫早午餐跟加牛排的部分 牛排的话我们国际因为平素比较大 我们有可以做沙巴 但是慢慢的食材成分也越来越高 但是消费者也需要说要求要精 所以我们就把它改成套餐 也在我们的开会菜里面 也引进了日本的松叶蟹 跟那个本位的熏龟 我让客人去供钱 就可以把高级的食材 放到我们的午餐里面去 套餐式的排餐以精致取胜 食材也更为高大 让顾客吃得饱足又满意 同时也跟上都会潮流 推出早午餐供应 悄悄这一整套的早午餐 从汤品 沙拉 面包 炒蛋 到主食以及甜点饮料 以应居全 价位也很亲民 只要200多块钱 就是早午餐的部分 就是全世界一个流行的趋势 都会去大部分都是这一样 所以我们在早午餐的话 也是把最新的东西 从日本去台厂我们的BS学回来 还有那个纽约第一招食 叫做沙拉贝斯 我们都把它学回来 把它套用在屏东 习上去给屏东 客人他们对我们十四男的支持 给他们一个存心的感受 这样的改变 确实让消费者 有不同的用餐感受 各个评价高 上门的顾客络绎不绝 他当然改个方式一定会更好 所以我们用藏鲜的心态来发掘还蛮好的 很好不错 除了早午餐以及排餐之外 这里也提供下午茶 从下午两点到四点半 只要花179块钱 就能够享受到美味以及悠闲时光 随着消费形态的改变 业者也跟着转型 不止以多元的公餐选择 满足消费者需求 更在空间设计上营造家的舒适 分食消费大饼 业者一点也不敢大意 评论七分菜类垮汤新贵采访报道